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碎屍殺人事件或者殺人碎屍事件 剛才我講過他可以整齊整齊用尖尺 不知道用尺 是否尖我不知道 就說量到20cm乘6乘6 這樣一條條切出來 到底他用甚麼的工具 老實說當時94年 我覺得切到人骨殼是電鋸 法醫也相信是電鋸 但我在想 電鋸是否就是鋸木的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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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吵的 因為我曾經想過應該是這隻鋸 因為我第一時間想過 會不會是那些 你想看德州電鋸殺人狂那些 鋸嗎?那些不是 類似的那些鋸是可以鋪著那些鋸的東西 有沒有想過 你知不知道哪種鋸? 我想我大概隨手可以拿到那些 用來鋸樹那些 我想那些應該是用 因為我沒有用過 應該用汽油那些 是不是油嗎?我不知道 一拉行了 那我就一說電鋸的時候我就想 會不會是那些 但我即時就鋸回自己這個想法 為甚麼? 喂 如果是把那些鋸下去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齊整整 20cm 不偏差? 如果你多一個空手就可以了 即是一個在那邊 一個在那邊 一個在那邊 即是你拿著肉 我就拿鋸來鋸嗎? 那你的手也不用了 那我意思是說 不是 一個鋸這邊 一個鋸那邊 一個在那邊 一個在中間鋸 你先縮麥克風 我問你了 我如果真的不要鋸人 我叫有一隻雪豬來到 我要鋸20cm 我問你 你拿剛才那個鋸放定來鋸 還是找一個人抓著雪豬來鋸 你告訴我吧 放定了 那當然是放定了 我不是說當然了 我估計是放定了 所以他就說是用電鋸來鋸 電鋸鋸開的人 還有他就說放血是放到一滴都沒有 很難做到的 是很難做到的 那麼法醫他姓佐藤的 佐藤法醫就說 如果沒有一般的一些叫做醫學常識 解剖學常識 是不會放的 譬如我們普通人來計 所以他就做不到這件事 而且他就說放血不是普通場地做得到 是的 當時來講 94年就不是說現在 或者是之前說江東御所 是2008年 我相信94年那時候 網絡也不太盛行 那真的要找到 怎樣去解剖一個人 我覺得當時不是一個醫科學生 又或者是不是一個醫生 也挺難做的 你說得好 94年是不是有沒有網絡 我真的不確定 但94年肯定是沒有普及網絡 即使有 因為我記得那個年代 是不流行這件事的 還有我知道如果要放血的話 真的需要很大量的水才能做到的 大量的水 法醫佐藤先生說 普通家裡的浴缸是不足以放血的 他估計有幾種可能性 譬如大學一些解剖室 那些實驗室 用來練習解剖用 又或者是醫療設施 醫療設施 醫院 手術室 這類才可以清理大量的血液 有人說一件事 中國人這樣說 我覺得可以合理 研究一件事 就說 先是 稀有腳腳不齊 我沒有用那些腳 有人說 冰封之後腳 但我有一個疑問 點冰 這麼短時間 我當他回去殺 那真知探討是即時殺死了 川川成一 還是在哪裡殺死他 只有34小時 你要把人完全冰到硬了 到底要多少個小時 你記住 他這麼爭取時間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走 他是不是有足夠時間 當然 我相信如果冰封了硬了 確實容易切得齊整 好了 回應問題之後 再說 斯林你剛才提到放血 不是一般的家庭設施做到 要是醫療設施 是的 我知道要醫院的話 附近有吉祥寺的藍病院 都有外科手術 都是6分鐘車程左右 那你是否猜是有這個可能性 是的 很方便 如果大學的醫科解剖室 可能要去到東京大學才有醫科系的 你檢查過其他學院 有其他學院或學府設施嗎 我檢查過的是 有醫科的 最近也要去到東京大學 我檢查到附近吉祥寺的藍病院 有做外科手術 我覺得也有可能 我覺得 嗯 即是你這樣的故事 我檢查到附近